今年的使用牌照税 因为受肺炎疫情影响 营业用的车辆将减免一半的税额 减免之后的阴角金额 就直接印在这次的税单上面 符合减税条件的民众 只要按照税单来缴款就可以了 不用再做其他的申请手续 而地方受血提醒民众 使用牌照税开征了 务必在4月30号前要完成缴款 以免逾期受罚 109年使用牌照税在4月份开征 今年受肺炎疫情影响 营业用车辆K想税金减半 因缴金额已经直接印在税单上 民众只要按照税单上的金额缴款即可 为因应这次新冠肺炎的影响 中央有针对游览车客运业 以及小客车租赁业的营业用车辆 去做50%的补贴 民众今年的缴款书 也陆陆续续寄出去了 民众收到缴款书 可以确认上面有写依纳税额 政府补贴金额及业者应缴纳金额 业者只要依上面的金额去缴纳税款 不用再额外去做申请补贴的动作 那其他一般的纳税义务人 如果因应这次肺炎的影响 那导致说无法准时在期间内缴清税款的话 也可以检据相关的证明文件 向我们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使用牌照税 地方税务局表示缴税的方式十分多元方便 提醒民众务必在4月30号前缴税 以免逾期受罚 如果收到缴款书的话 可以直接持着缴款书到金融机构去缴纳 税额在2万元以下 则可直接在便利商店缴纳 另外民众也可以使用信用卡 晶片金融卡 约定转账 活期储蓄存款账户转账 ATM等方式来缴纳税款 那因应这次新冠肺炎的影响 那减少民众出门缴税的风险 民众也可以用下列两种 一化的方式来缴纳使用牌照税 那第一种是以行动支付的方式 使用您手边的手机扫描 缴款书上的QR Code 即可以连到财政部的 财政部的缴税网站 直接缴纳牌照税 或者使用缴税APP 像是台湾Pay EasyPay 简单付 还有爱缴费 这几个缴税APP 都可以扫描QR Code 直接缴税 或者可以使用 您的车牌号码 或身份证 及统一编号 直接登陆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 使用线上查缴税 这些方式都相当的便利 有任何税务问题 可以拨打税务专线 0800-000321 或03-8226-121 转22-246-28来洽询 据理会欢迎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